高雄中華三路上面有家新開的燒烤店 財事營運一個月左右 就因為油煙問題引來鄰居抱怨 因為業者是把排煙管 設在緊鄰巷子的花圃上面 那麼在巷子口等紅燈的民眾 也被噴得滿身油煙味 環保局要求限期改善 業者上午致歉表示說 已經找來廠商規劃改善當中 營業時間白色油煙不斷從排煙管冒出來 前方就是路口 街燒騎士停紅燈時 就會被噴得滿身油煙 讓民眾受不了 上網抱怨 這家開在高雄中華三路上的燒烤店 才剛試營運一個月左右 但一排煙管放在緊鄰巷子的花圃上 鄰居也吸了一個月的油煙氣的檢舉 環保局中秋期間就曾來積查 要求限期改善 環保局要求業者十月十五前要完成改善 也能補助設備設置費用最高五萬元 業者坦炎確實有收到鄰居抗議 已經找廠商做規劃 業者展現誠意準備將排煙管拉到屋頂去 但由廠商規劃備料需要時間 預計十號前完成 也希望油煙問題解決後能同時改善 林里堅的關係 記者陳煥與孟昭全高雄報導